很乾啊 挖開泥土再用手撥一撥 竹筍的身影浮現出來 這樣子呢 綠竹筍在台南 觀廟隆岐一帶 栽種面積超過500公頃 鮮翠的美名遠駁 是當地的名產之一 然而今年卻碰上 氣候因素 產量銳減 沒有下雨的話 它就不會濕潤 不會濕潤 它就不會長損子 最近這幾年都一樣 沒辦法 農民就是靠天吃飯的 筍農是越說越無奈 因為今年春雨偏少 竹筍收成其延後 產量甚至一次少了一大半 以往倒貨量大概都兩三千 現在目前倒貨量還不到一千 農民的實質還滿多的 看三四成油 產地價的話 大概如果在那八九十塊 今年有提高 五到四八 雖然今年綠竹筍的價格 有微幅上漲 但是市場供貨量少 導致交易也不熱絡 今年夏天 餐桌少了鮮美損味 也讓農民們滿是無奈 歡迎新聞陳薇洋 格羅北亞台南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淮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